詞曲 李宗盛 唱不完一首歌 披着海上下黑眼圈 感情不是最伤害在上满面 黄昏在每种眼泪 哈喽哈喽 哈喽 晚上好晚上好久不见 哈喽哈喽 亲爱的朋友们 连他生日快乐了都好几天了 整个人乖不好意思 谢谢赵大帝的巧克力 我感觉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但实际上是不是还好 我感觉是度日如年了 真的是 明明也就几天 但是每一天感觉都发生了好多事 哈喽晚上好晚上好 行字迟到我 几天 哎呀我这个 我刚才确实在画出 发现我这个卧蚕画的有一点 有一点明显 这歌 我这两天就在学这个歌 我想翻唱这个歌 但是不是这个版本 是另外一个版本 另外那个版本 比较抒情 给你们听一下另外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是有一点老了 但是那个刘瑞奇的版本就还可以 这两天我已经被这首歌洗脑了 找一下 谢谢小琴波波奶茶的荧光棒 谢谢 谢谢 谢谢839的棒低 哦这是有新礼物了 棒低可还行 才反应过 哦这个好看哎 哇这个漂亮 谢谢小辣巴的荧光海 谢谢你们 可以看到特效 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吧 果然我发现 48就是每次出这种 礼物就很用心 特效都很漂亮 但是 蹦迪感觉比较短 对 救命 5月14号又云窝了 14号是不是还有那个他们那个solo的表演呀 我还没人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像细雨绝 混乱中忧愁忍 跨队的联合公演的话 我还不确定我在不在 因为如果限制人的话 限制人的话估计 最多表演个16人还是什么 因为我好像 也没有跟谁去组 组歌还是啥的 是四个队的吗 还是什么呀 我想遇到不知道 四个队的 不知道 不知道我在不在 反正目前 没有消息 估计不在 我感觉 为啥我不知道 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因为 录16人好像 我没有录那个歌 再说吧 因为它名单是按16个人的 然后可能 直接它们不知道有些人不在中心吧 所以我们替补应该也没有让录歌什么的 所以 不知道它们怎么安排 再看吧 目前来说我我还不太知道几号要那个联合 我之前只听说是两有那个两个队两个队两合的公演 如果是两个队两个队两合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节目 那我14号那天又得早早化妆 我每一次 早到化妆人就会 到晚上人就是浮肿 就早点休息 调整调整 上一次云雾我就 人就状态可不太好 我每次一般就是遇到这种 有工作或者有公演 前一天就必必睡不好 人就很倒霉 然后要么就是那种特殊表演节目 唱歌或者跳舞 然后浅浅浅浅浅地 就是嗓子会有问题 然后要么就是肚子疼 没关系 以前是蛮 嗯 就是云雾会比较担心 现在就习惯了就还好 我现在去我就会 会会 会带很多的东西 啊不会啊不 粉丝肯定不会有压力啊 他这个的当然了 我没长长这是我的假发片 这是人的假发片 我要真长这么长 我要哭一个 哭一个了 看假发片 因为我今天头发 今天没有没有洗头发 头发就显得不是很蓬松 然后我自己加头发又加不好了 所以我就垫了点脚发片 所以今天看着比较舒适 不是 我没洗头 不是我头发脏 我头发也很干净 只是说为了他可以 因为见你们呢 为了更好看一点 还好我只有阴色淑女 人一点都不淑女 人很吊儿郎当 好公元 呃 呜 我 呜 i know you 对啊 所以就有很多才来的朋友 不知道我小时候的遭遇 之前公演有说过 但是公演就只是 学口一提 哈喽哈喽晚上 晚上好 没有不挡到那就去看我的快问慢达 那里的我很温柔 那里的我瑞杰很正经很温柔 感觉自己说了什么 但实际上又没有说什么 但是确实因为现在长大了 你懂一点就是一些尝试你就会注意一些安全什么的 但小的时候我就很爱玩 因为我的童年其实算蛮快乐的 所以就经常 谢谢 谢谢我不是白嫖 我的荧光海 谢谢我的BB 然后就反正 小的时候就无所畏惧 所以我就 就玩也不也不觉得就是说出了事 会觉得很危险什么的 但现在回头看就是 挺害怕的 但是还好我小的时候就是尽力了 因为最起码我小的时候比如说受伤出事 还有家人可以帮我 但是现在的话出事的话我身边就很难找到就是 找到人就说照顾我呀帮帮我什么之类的 我有一个很下头的习惯 我以前小时候还抓过苍蝇 你们肯定没有人没有人吧 就是就是我跟朋友一起玩 拿杀就是那种杀网 其实在我小时候的前任之里苍蝇跟文字是一样的 然后蚊子就是还能抓 然后苍蝇就是飞得很快就抓不到 然后我就很想挑战它 我就觉得怎么会呢就抓不到你呢 对然后就经常跟朋友就拿一个网 然后就在我们那个小区里就到处去抓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小区有那种山水区 就是小区的中央会有一个那种花坛 然后有那种小喷泉 里面有很多石头 然后里面就夏天就有很多的虫子 然后就去抓 但是抓了它也没把它怎么样 就是看一看它 就把它放开了 哈喽哈喽晚上好晚上好 蚂蚱我是没有抓过 但是我前两天在我房间 厕所洗脸池上发现了一只蟑螂 救命啊 就是就是我我我刚洗完脸 然后要去擦擦手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一个蟑螂爬过来 我当时整个人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过蟑螂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从厕所的那个下水道爬上来 因为我们房间不应该有蟑螂 但我没有很害怕 我就拿了 因为那个不大 那个就是小蟑螂 然后我就拿卫生纸把它包起来 然后创到马桶里 我目测这个蟑螂应该是北方的蟑螂吧 不像上海的蟑螂 上海有一种蟑螂是带翅膀的 它会飞 而且很大 就是 我之前有见过一个在我闺蜜家 见过一个带翅膀的蟑螂 超级恶心 它肯定怕吧 它 可以问一下它 虽然它看起来很怕 但也不一定 说不定是个捕狼高手 人不可貌相 我这几天团的酸奶倒的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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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了好几把 我不敢打死 这个打死了 万一它这个肚子里的东西流出来了怎么办 我一般就是拿纸把它包起来 把它送到水里 把它送到水里 就吃东西 我觉得晚上睡觉前还泡了两包泡面 下了两个鸡蛋 所以我今天已经没有吃的了 吃光了 可以团 我又团了肥脂米线 希望这次不要丢了 因为上一次团的那个丢了 我很不爽 所以我这次赶快跟着大部队再团一次 因为我们前两天发工资了 但我不知道发的是几月的工资 对 也不知道发的那是几月的工资 还能买点吃的 不然人就很难受 不知道它能是咋出来的 不知道是公司给发的还是哪个领导用自己的钱发的 不知道 但我觉得既然能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那麻烦把第二个月的也发一下吧 对吧 说明还是可以发得了工资 那就不要拖 尽早就发了 拖工资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人家很多公司疫情期间 哪怕在隔离 老板都担心自己员工 输不到工资 都发得了 我相信我们贵公司 肯定也可以 目测也不缺钱 目测感觉也不是很缺钱 那还行 反正解封也不用啥钱 那还行 反正解封也不用啥钱 工资也都是拿来在买吃的什么的 其实疫情也挺好的 能控制我的消费 而且还能让我修身养性 对 我觉得疫情这段期间 其实比起焦虑 我整个人我觉得 就是状态各方面其实有在变好 好 这么一文上一次 剧场上一就是在隔离前的最后一次舞台 好像还是给小包在助演跳哪个H队的那个 那个 名字记不住了 就是那个很帅的那个舞 然后没想到就疫情了 就是那个你们知道的那个 因为那个时候本来说给他跳吧 那个要帮他跳另外一个 结果就没有后来了 然后这两天 这不solo吗 然后他他马上不是要决赛吗 然后又想起了这个事情 哦还有给他跳这个 然后我才反映过来原来 他已经关了这么久呢 哎呀 这个刘海一如往常的丑 哈哈 是 哈 的 是 所以 这个疫情吧 一些人生病 可能第一时间不太好治疗 这方面是有一点 就像我到现在还在咳嗽呢 真的我到至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犯什么病了 歌也能唱 rap也能rap 说话也能说 但他就是必须 说这就是得咳 而且我之前不是说我腿疼吗 然后我现在已经发展成什么了 就是我一咳 就连着我这条腿就疼了 我现在一咳就感觉有一个筋 跟着一起在颤动 我感觉是我肺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嗓子 发炎什么的话肯定就不能唱歌 但是我还是可以唱歌的 就是有一点小痒 我再想会不会是我假装腺有问题 不希望是咽咽 我觉得我的嗓子很宝贵 不可以 喝点水 我的大拇指 救命 大拇指 撞桌腿 对我就在等 没事 反正离胜利不远了 目前人还狗子 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只是就是会吐槽一些 所以我们的静默期已经结束了呀 怎么没有后续呢 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 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段感情 每一个音符帮我破除一场环境 当当当当当 好家伙 如果之后上海解封了 之后的话 估计外面人老度过了 但是除了上海之外的朋友 大家应该还算安全吧 应该就是 嗯 没有太严重的吧 希望解封之后快递可以第一时间到 妈呀 不会之后上海好了 然后其他的城市都开始严重了吧 我觉得很有这个可能 所以大家有条件 尽量还是日常吞点东西的 反正就算解封了也不是很安全 我就决定解封之后 我已经买了很多的那个 什么盐呀 酱油鸡精胃精什么的 我打算之后就自己煮饭吃呀 我要多买一点菜什么囤子 午夜室 仿佛胜利了 仿佛中国人民胜利了 我之后我要健康饮食 要好好养我的身体 要多多吃水果 多吃食材 可以表演一个下泡面 可以了我之前也想拍也想给你们看 但是没东西 现在只能给你们看 就说看我之后什么肥脂米线 到了下一个肥脂米线 但这有啥看的呀 这我只要水烧开了 把东西放里面就好 如果想看丰富的东西的话 那等我有一点材料之后 全身的体检 那岂不是很贵 还能有这觉悟 最终就自己花钱去做 公司应该是不贵的 公司应该是不贵的 好家伙 我上一次做体检是 进团的时候 对因为一般 工作前 贵公司都要看你有没有病 看你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大问题 我电号就没有体检 而且我觉得疫情期间 大家应该对自己的身体 能有一点了解了 感觉大家真的透支的应该都够够的了 熬夜呀什么的肯定 但是人一般都是只有自己身体特别难受的 然后才才会注意到我该注意的 这些其实要灵光棒 别说了 现在对我来说两点根本就不行了 也不知道是形成习惯了还是怎么的 人现在就是一到晚上 脑子就贼清楚 一到白天就糊涂 一到晚上就好清楚 你们也是 有条件要去检查一下身体 还是要注意了 身体第一位 身体第一位 多喝酸奶 酸奶也很好 我觉得这就是 河里有磁场 再怎么正常的人 只要来中心住 他的作息都会 被改变 因为我 刚来的时候 是一个 哎呀我的假发片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是一个作息极其规律的人 不知不觉中 已经 适应了 这里的 生活节奏 但是我觉得不健康 不不不不应该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大家就是老是晚上的错 但其实 也可以 调整 时间白天的排练 但主要是 一个人还好 你要跟 其他人排练的话 在大部分 很难去说会有 为了排练早期的人 对 对 道理都懂 所以得自己先做好 然后再去影响 别人 这假发片 我都不敢动 这个假发片太劣耻了 这两天 就是 会提前给我们发抗原的试迹 然后就自己在 房间里 房间里测 然后八点上船就行 就很麻烦 但其实我 但其实我觉得他可以直接给上 一周的量 或者三到五天 不然的话他就是每天都要让人下去 去拿那个试迹 然后第二天去上船 就很麻烦 好 一次性滴完了 还有这样子的 不会被发现吗 还会有这种现象存在啊 我真正惊 可是 这种很危险 这是在对自己不负责 怎么会这样子的 因为像我的话 如果我得病 我肯定不会一次性啊 因为我也害怕 我是不是真的痒了 我万一我痒了 我还能及时去治疗 所以 如果有人一次性滴完 我觉得蛮奴的 嗯 但确实吧 可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很自知了呢 我才不相信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人想一个人想到 哭 哈哈 哈哈 哎 好搞笑 那你下次哭你给我拍张照片 让我看看你的眼泪 让我看看你的眼泪 人很难很难想象这个画面 你怎么哭呢 你是对着我的脸 翻出张瑞杰的照片 然后在这里哭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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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下次哭了发超话我看到了还能安慰一下你 别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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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对到我的脸 别 personality 人地奏 是 搞不好 這兩天得多喘出東西 最近又給我們規定說每週得發兩條微博 你又在這生日快樂 快樂快樂 可以偶爾依賴但是經常依賴的話 就是不要影響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什麼什麼什麼東西啊 有人要求婚 對 對 對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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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错 谢谢你的夸奖 你也挺好的 饭了六年有钱不花 你好开心 是挺开心 希望你继续开心 吐露吐露我的脑子 哈喽晚上好 今天下午吃了好多 就吃得很杂 因为菜量很丰富 就啥都加了一点 吃了鸡蛋 吃了锅把 吃了黄瓜 吃了小青菜 吃了鸡腿 还吃了青椒 这个好像是我们食堂 叔叔自己炸的锅 当我吃到的时候 已经很软了 就是没有那种 刚炸出锅的酥脆感 吃了 吃了 r 第一天 r 八 八 r 八 六 r 八 八 r 八 八 一 二 四 r 八 r 八 谢谢王什么来着 一杯巧克力 你们作业多不多呀 像我以前上学 我们语文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 然后他每次给我们布置 作业就必须要 布置十项 就这个就很有毒 他就非要布置十项 因为我以前的那一个 是初中吧 对初中 因为初中 那个学校 学习好的孩子比较多 我现在也不知道我 我为什么会读那里 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吧 因为可能 可能我家的房子里那儿进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反正那个里面学习都很好 然后那个老师就很 很严格 他一个语文科目要布置十项 还不包括其他的科目 像数学老师一般也就两项三项 所以 但还好就是因为会有自习课 然后自习课大家就在那写作业 就是有那种练习册 大练习册是一个 小练习册是一个 然后比如说什么有听写 有抄词语 然后还要记录文摘 然后还有什么要背就是要背课文 有时候还要写卷子 对 还有什么 罚钞 还有写作文批作文 我现在想一想 都害怕 我给你们说一个最惨的事情 真的很冤枉 就我小学的时候就每个人会有那种练习册 然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拿到的那本练习册上面没有名字 但是我当天拿回家我是不知道的 因为以前大家经常发作业 在自己桌子上你就揣揣回家了 你也不看是不是你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把那个练习册拿回家了 我写的剧认真 然后就是写的很好那一天 结果第二天交作业的时候 就是我把那个练习册也交上去了 后来老师就点名 说没有写作业的 他点了我的名字张瑞杰 我当时就很气愤 我说我前一天苦血 为什么说我没有写作业 他就叫我过去 主要是他点我名字 全班同学都看着我 人多尴尬 尴尬呀 就是我明明是一个很乖的学生 搞得大家以为我不写作业 他就把我叫过去了 我说是我写的 然后我一看 那个册子上写了个张瑞杰 打开里面是空的 我说什么都写 我面评写了 怎么是空的 我不敢相信 我前一天写的密密麻麻 就是拿到我本子的那 就是有人拿了我的练习册 但他没有给我写作业 我拿到了别人的 我给他写的很满 但是他练习册没有写名字 我解释不清啊 老师不相信我 我说老师我写了 他说他不相信 我真的是 后来他就让我打回去重写 就很难受 他好像也没有太惩罚我什么 但是人就很憋屈 我之前也忘记了 是我帮谁写了 就反正帮别人写了作业 然后还被说了 好难受啊 真的是解释不清 我在想那个人也真的是 老师也不帮我写一下 他写了一半你知道吗 然后就交上去了 真解释不清 主要是老师也不相信我 看来我在老师心中的印象也没有那么听话 因为我以前其实也没有很认真了 就是作业我虽然会写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爱说话 上课爱说话 在老师眼里也不算是一个好学生吧 就不算是那么好的学生 他老师也不认识的字迹 他也看不出来 哦 他能认出来 因为我 以前写字跟我们班有一个女生 写字很像 应该会有那种啊 就是你同班同学会有一些人写字很像的 就是不太好认 我写字是圆圆的 他写的字也是那种方圆方圆的 就很像不仔细看看看不太出来 哎反正就很委屈了那一次 主要是他让我重新写 我就写不出第一次的那个感觉了 一般写作业 你第一遍是最认真的 你第二遍再拿到同样的题 你就没有那个感觉了 你知道吧 就很烦 我们一般不写作业的话 就是你回家回家补完 哦对老师让我回家 对他让我回家我想起来了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写不完作业 家长没签字 都要让家长把你接走回家 写完再来 他让我回家 好委屈 我现在说我想哭了 后来我解释了半天 老师好像半信不信 我有点忘记了 但确实那个时候就是 还有那时候没 没有带红领巾 也得回家去拿红领巾 还有你没有带作业 要让家长给你送作业本 还有一次就有一段时间 我们班里很多同学都是都说自己没有带作业本 但他们其实是没有写 结果有一天我写了数学作业 我是真的写了 但我也是真的忘带了 然后他让我打电话叫家长给我送 冬天 我爸爸骑着他的小摩托给我 骑着他的小摩托冷风中给我送来 结果据说他后来感冒了 所以我爸很责怪我 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带作业本 我现在想一下有点心疼 因为我爸爸为了给我送作业本 然后他就感冒了 因为冬天很冷你知道吗 他开着那个小摩托好像 带了个帽子 还是带没带帽子呀 我忘记了 就反正风就刮连你知道吗 我以前初中离我家挺近的 然后我有个上学 要么坐公交 要么就是我爸爸骑摩托车带我 我家以前有个很豪华的大摩托车 后来就被卖掉了 当中读还好呀 因为你写的好啊 接受大家的赞美 但是确实可能会 会羞涩 我当然不会骑 摩托车那么大 我这么小 我妈妈有一次 非说他会骑 但他就是不会骑 非要带我 非要带我 结果摔了 也是无语了 把我摔在了地上 我现在想一下 真的是 不会骑就别骑 非要骑 骑了还带我 结果他把我给摔了 快到家门口要上坡了 结果卡路边上了 非要给我证明他可以 而且我妈妈这个人也巨神奇 他就是老丢手机 而且他真的丢到什么程度 买一个丢一个 卖一个丢一个 他不仅丢手机 还老被抢钱包 因为我妈妈以前工作很晚回来 然后可能就是路上不安全吧 我妈妈有一次 被抢的就是没有钱坐车回来 他搭了个三轮车 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在哪 他坐了人家三轮车回来的 就我们北方以前 就我家那边以前 感觉治安不是很好 就反正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我妈妈他背着包 然后那个人就骑摩托车 小偷就是路过我妈妈的时候 直接把包 就一拿他就走了 然后要么就是那种 拿小刀把它包一划 然后就 反正就是丢了很多 然后我爸爸就很生气 因为就是毕竟也蛮多钱 然后就 所以那个他们俩老吵架 我爸就老说我妈妈 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 我感觉就像是被盯上一样 反正就是很危险 我觉得其实你偷我还好 你别抢 你抢我我实在是有点害怕 因为反正你偷 你也是偷偷的偷 我也不知道 你抢我 你会当面跟我发生冲突 我就有点害怕 我也就在公交车上 被偷过一次手机 然后也 现在大了 也没有太经历过什么 但我那一次丢手机 是怪我自己 因为我那个兜 实在太浅了 就我自己也没有当心吧 然后就 对这个我有讲过 是我妈妈给我新买的手机 我妈妈当时工作完回来 你知道那个时候三星手机 出了一个Hello Kitty的 还是那种那时候刚出出品的 你知道吗 小小的一个 粉色的超可爱 现在估计都绝版了吧 反正这个就被 就用了一天 开学前一天收到了我妈妈的这个礼物 第二天开心的带着她去报到 结果刚到班里报到就被偷了 我同学他们都很开心 然后就我一个人报到那一天 她的痛哭流涕 我就问 问别人借手机 我就跟我妈妈哭诉 妈我的手机被偷了 但还好我妈妈没有责怪我 后来给我买了一个新的 但是她买的那个新的 不是一个款了 就买的那一个是一个白色的 但是那个后来她买的那个白色手机 被老师收了 因为这个也很冤枉 因为不让带手机 然后我那天上数学课 我就忘记调静音了 然后以前10086会经常发短信打电话 然后就上课10086给我来了个消息 她就一想 好家伙 可把那数学老师开心坏了 他让我把手机上交 无了个大语了 我当时真的很无语 因为我平常都会调静音的 而且我没有玩 那天听得很认真 就老是这种事情 在老师面前我的印象都坏坏透透了 后来一直收到了我初中毕业 我当时都不想要了 因为我觉得很很很很委屈 后来老师还问我 你怎么不来拿你的手机呀 他说还你还你 主要是我们初中的老师 有一些老师 他收还好 有些老师会砸手机 你知道吗 我倒没有被砸过 但是我们班有同学 还好我那个同学他家里有钱 就家里不拮据 如果是一个拮据的人 你砸我手机 我要跟你拼命 就反正有一段时间 我们老师就很上头 就在班里查手机 但是其实想的是另外一个人 结果把他的给搜出来了 他那个手机还挺贵 他那个头是iPhone 好家伙 以前哪流行iPhone啊 以前有iPhone的都是有钱人 然后他就是iPhone 然后老师就反正 因为老师当时花了两节课 查那个是谁想的 都没有查出来 他可能也下不了台吧 因为就是实在是想了 但没有人承认 然后他我觉得 他就有点急了 结果他好不容易 查了两节课 摸到了一个手机 哇把他气得 他刚一拿 他说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就砸了 然后那个男同学就说 我虽然带了手机 但是刚才想的那个人 不是我 就带着哽咽的声音 然后就背着书包 被老师赶回家了 难受了 我是觉得你收我的手机可以 但你没有权利砸我的手机 再怎么也是 我的财产 对啊这种是最惨 虽然说带手机不应该吧 但是他也挺惨 然后那个老师也上头了 因为他人嘛 有时候一生气上头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哈喽晚上好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 老师会让你们带手机吗 不知道还演不演 不知道现在零零后老师都怎么样 但是现在零零后的话 我觉得老师应该都会比较 因为应该会年轻化一点 应该会比较好交流的 因为我觉得以前老师还是说 会有一些比较传统 我觉得现在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开放一点 但是有一些学生确实真的让人很生气 因为有些人他确实就是不听的 我最早用的还是小林通 是我爸爸传给我的传家宝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电话号码 8开头的 用了好久 我是觉得如果能控制住自己 就是为了联系的话 可以可以带一下 但是如果是上瘾玩的话 还是节制一下 挺危险的 能不能打他吗 好家伙 大哥大没用没太用过 我也是笑了突然发现 突然发现我今天挺漂亮的 好家伙 突然了突然了 让你突然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可能你眼睛出问题了 我可没变过 电话手表 然后这样子 我其实我不太会用那个电话手表 我其实我不太会用那个电话手表 可是我觉得这不跟手机是一个东西吗 我就觉得 谢谢 谢谢839的蹦迪 你要不改个名字叫蹦迪吧 哈哈哈 你叫一起来蹦迪 一言不合就开蹦 还好吧 不会很随意啊 你叫蹦 你叫一言不合就蹦迪 肯定有很多人都会一眼注意到这个爱迪 都有存在吧 好说到这个定位 但是有那一种哎 有那种追踪器 就是有那种小偷 他也定位你 就是有人会跟踪你的话 他在你身上放一个那种也会跟踪的了 我上次我的手机识别到了 那个跟踪的那个东西 但是估计应该是与别人 检测到我的手机了 我以为我被追踪了 吓的我把定位都关掉 啊 眼睛好眨 为什么 为什么上厕所都不安全 没有 刚才有一瞬间好渣 不知道眼睛里进了个什么 眼睛进了个渣渣 有时候眼睛太大了 知道吗 空中这个漂浮物 它就会漂 漂进来 刚才我说都是 马桶上不会有监控吧 只要你别在上厕所的时候 就是不要在马桶上拍照就好了 因为之前他们说 手机就是如果你拍全身照什么的 后台会看到你 你下半身 上厕所也要看我吗 防水的监控 什么意思 嗯 放在马桶的某个角落 马桶为什么要防水啊 防水的摄像头放在马桶的某个角落 为什么要防水 马桶里不都是水吗 摄像头要防水 大概明白了 反正它就是要防水对吧 那我脱裤子能看到吗 它如果有摄像头的话 这我也不知道了 反正我上厕所的时候还是得上厕所 就算它看看我也得上厕所 那它不防水不就好了 它干嘛非要放在马桶里啊 不防水会怎样啊 它怕马桶坏掉是吧 它怕马桶坏 我也不知道 发现了新大陆 我以前都不知道马桶里还有摄像头 它应该照不到我 它在马桶里面 它摄像头坏 那它不放摄像头不就行了 它到底为什么要防水 它又怕摄像头坏 它就是个马桶 它都防什么东西啊 笑死我了 我再说着口令 不理解我要去百度了 搞不明白 我觉得我没有风 反而我觉得我很快乐 我觉得我不适合就是 跟大家面对面 我适合在网上跟你们见面 就像现在这样子 我也比较适合云公演的形式 不适合在剧场跟大家见面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要有点距离 距离产生美 不能老见面 老见面 容易受影响不太好 哈哈哈哈 我觉得现在这样子挺好的 哈哈哈哈 也不是说键盘侠 就是说 就是说这种模式 利于你我他 就是你们也会快乐 我们也会快乐 就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适当需要一点距离 挺好的 其实剧场这个公演我觉得没必要一周两场 一个月两场就够的 其他的就云公演 你看看 你该付费你付费 你付费 剧场不能一周老两场 粉丝也辛苦 天天隔那 二 没个工作了 真的 就是云公演可以多搞一点 但是剧场的这种 你就没必要老一周搞两场 这个我手绘你该你随便搞 哈哈哈哈 谢谢九千的荧光海 谢谢 为了给大家有更好的生活节奏 没有你知道什么是你的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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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不要剧场一直云公演也是可以的呀 你们觉得呢 反正也有公演呀 只是不能线下看 你看人家外面的歌手 也都是好久才办一次演唱会的 但一次演唱会就有很多的人 我觉得我们办的有点太勤了 办的太勤了 粉丝就不珍惜了 不是说地位达不到 不用搞多大啊 你搞个小型的也可以啊 而且 而且就是质量也高 就是你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排练 就是你一周两场 你跳来跳去也就那样 但是你一个月比如说搞一次这种 很好的质量很高的 我觉得 粉丝会更喜欢 而且成员也会 更开心一点 我是这么想的啦 我挺认真的 主要是有益 有益于大家的身心健康 不要 这样子不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我比较适合这样子的模式 我不适合天天跟 这个剧场天天见 对我不好 会影响我 我都赞成我可以 我都赞成我可以 哈哈 我还是为了大家着想 而且你剧场看了的 你最后还不是要在网上看 而且大部分人看到的都是镜头里的 很少会有人就是在乎剧场里的这个 样子 而且又没有拍摄位 你说普通的场公演还没有拍摄位 那粉丝看完就完了 有啥用 也是不懂为什么要取消这个拍摄位 而且你看在中兴公演我们还能自己给自己拍风 我在剧场的话都给自己拍不了风 跳了都白跳 哈哈 跳了白跳 所以我喜欢云公演 这个酸奶很不错 这点酸奶很不错 这点酸奶很不错 肺泉你们喝过吗 肺泉酸奶 就是普通的酸奶 就是普通的酸奶 有点小啊 果然我长大了 我小时候喝着一个觉得可多了 现在喝两口就没了 我长大了 怪不得我小时候就不理解 为什么大人吃饭要吃那么多 我小时候觉得大人好能吃呀 怎么吃那么多 后来现在自己长大了 发现是正常的 不会不会 这四个小的顶一杯大 让我每个再作一下 这还要撕开没必要吧 你们舔这个吗 这谁舔呀 这多麻烦呀 还得扣半天 扣半天都沾我手上了 我会舔那种瓶装的 就是瓶的你扭开 如果上面很厚我会舔 这种我不舔 喝出了啥是吗 我感觉酸奶就是你吸进去的 和你舔到的味道不太一样 那个口感有点 我觉得舔的不好喝 不好吃 就是盖上的那个比较稠 感觉是残留物 哎呀也不是说浪费吧 只是如果 就正常来吧 没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做到这个事上 也不是说我浪费粮食 已经没得吸了 不是有那一种吗 就是有那种大酸奶 它需要翻盖的 那一种我是会刮一刮的 但是像这种用吸管喝的我不会 主要是我不愿意抠它 这个上面这个 太麻烦了 懒得抠它 因为人家这种包装本来就是用吸管的 也不需要 舔盖上 就分情况定了 还是要节约粮食 来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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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著他好痛 我小時候想一想 我小時候受傷 血倒流的不多 單做會很暈 我小時候撞樹上 或者從大 我發現了 一般從大鐵門上 還有撞樹上 就是撞擊的受傷 其實不痛 它更多的是一種 酸胀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你鼻子 腦門這有一種酸胀 然後你咽口水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 有一點血腥味 就是對 有一種那種 你說疼吧 倒也沒有很疼 就是一種肿胀 又酸 我小時候真的爬大鐵門 從那個上面大鐵門臉著地 好傢伙 我懷疑我的鼻樑 那個時候給我摔的有一點 不然我能更高 我就是臉著地的 這應該看不到 這是啥 這是我縫的針 這是給小狗狗 喂水 那個玻璃渣 然後 就是渣破了 縫了好多針 但是我沒有 但是我沒有感受 沒有記憶了已經 這兒要找個泡沫 對但還好是小時候我現在沒有記憶了 要說痛的話 我爺爺騎自行車 我的腳有被轉進去 去過 就我在後面 然後他把我的腳轉進去了 然後他把我的腳轉進去了 還騎了好幾下 才停的 我說我腳轉進去了 還沒聽到 然後我就拍他 我說我轉進去了 然後就 腳上起皮 然後他就腫了 是痛是痛 我這個小拇指 你看我小拇指是歪的 但是 正常的人小拇指是歪的嗎 我這個手以前骨折過 就他 然後我小的時候沒有好好戴那個石膏 我就把它拆了 所以我一直感覺得我這個沒有痊癒 超歪的 我感覺我這個歪的很厲害 好傢伙那個籃球真的是很無語 我就還沒怎麼 我就是拍拍拍 拍他 然後他彈上來 把我這個手 握了 我一開始還沒覺得怎麼樣呢 後來握不下去了 去醫院一檢查骨折了 而且他一個小拇指 當時把我包得跟個殘疾人一樣 就一個小拇指他把我整個手包起來 然後我就每天這麼吊著 大夏天你知道有多熱嗎 我的那個手真的是 就一直這麼吊著 然後我那時候跟我朋友去玩水 就玩 玩的濕掉了 濕掉了之後就重新又裹了一次 但反正就很難受 後來我自己拆掉了 我覺得是歪的 但你們又說都是歪的 所以我現在窩下去 哦窩還是能窩 但就會感覺這裡面鈍鈍的 我覺得身體素質還是可以的 一般 小病什麼都自己能痊癒的臉 哇我小時候牛啊 哈哈 我覺得我遺傳我爸爸了 我爸爸就很調皮 我爸小時候就很 調皮 我覺得我就算現在再怎麼淑女 但是我的骨子裡還是有一種 男女孩的那種勁在 好 你好 哦你说扎笔系这事我也干过 我这也有过 我这就看不见了 这有滤镜 但是就这有一个小黑点 有滤镜估计看不太清 我小时候也扎过 不小心那个 签然后扎进去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一个 但反正这就一直有一个黑点 洗墨水我倒没有 我小时候还是挺还干净的 洗墨水脏了点吧 要不说男孩子呢 男孩一般是洗墨水 女孩子我还没到那个份上 我有见别人 我有见别人 吹过和吸过 但她那是不小心的 她是吹 还是干嘛 她回上来了 我小时候爱玩那个 就是在桌上 弄那个修正袋 就是白色的修正袋 在桌上 然后把它撕掉 看谁撕的完整 还有那种就是橡皮 把橡皮絮 这个是我朋友教我的 就是它橡皮擦掉了 就把那个橡皮絮捏在一起 可以捏成小人 可以捏成 就是娃娃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想想 感觉好脏啊 但是 但是以前就是 玩的不亦乐乎 然后加点水 你知道吗 就把它 跟那泥巴一样 咬在嘴里 不小心吸了一个 这种不会中毒吗 好害怕 我觉得 我觉得 90后应该都做过这种事的 95后 而且我们 以前那个高中 他排座位 老师有一段时间 会根据那个成绩好 和成绩不好的人一起做 就是让成绩好的人 去带那个成绩好 我吧 就是反正有一段时间 排名不是很好 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了一些人带我 人很不爽 因为我是那种 我是文科学的好一些 然后理科可能 只有一般吧 但是我发现了以前 学习好的人都很文静 就是一般学霸 都是不太说话的人 拜拜 哈哈哈哈 怎么还特意呢 老师应该没想那么多吧 是你 是不是你想多了 我既然还好 我小学吧 初中 初中 那个时候 我上了学校 就老会有那种 合唱呀 跳舞什么的 你们应该也会有吧 就是学校会有一些 什么合唱队 舞蹈队什么的 我那时候就喜欢唱歌 跳舞 怎么会这样子 全班公布 这老师 不太好吧 我感觉小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人情书被公布了会很会很感觉很丢脸 但以前很流行那种在QQ空间告白的什么的这个 笑死 而且以前的那种空间是你同学都能都能看到的 怎么还会有情侣空间 怎么还会有情侣空间 因为我 因为我 初中毕业我就不玩QQ了 我现在都没有QQQ都注销了好像 后来就开始流行微信 然而现在微信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聊天工具 我都不发朋友圈 但我会看别人的朋友圈 但我自己就不发 你们肯定会用啊 因为在河里大家不都是靠 就是靠QQ群要连接的 我会看别人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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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和你自己搞了个QQ情侣空间 自己和自己 这有啥他自己跟自己女友就算知道了也不会觉得怎样吧 其实都觉得你有点问题 生气应该不会生气 只是会对你多了点了解 可能你很爱你自己 所以我怎么来了呢 不要畏惧别人的眼光 说不定 当下快乐就好 确实外面应该不会觉得怎么样 但是可能和粉的话可能就会 雷小雷达 朋友 找到了朋友 我一会还要去拍会儿练 昨天学了那高五还不熟呢 但还要一会儿 估计水一点多 没事 出演的话一般压力也不会很大 还好 也不是很难的舞 因为大家都喜欢晚上台链 什么的 这么晚还加班呀 因为已经乱了 所以这个就没办法 这个你得看 看是谁吧 但大部分人已经乱了 虽然我一般练舞喜欢下午 我觉得白天适合练歌 下午适合跳舞 晚上适合直播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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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尾上口 没事不晚来都来了不晚不晚 谢谢小王的巧克力 哈喽哈喽 你说这以后要是没有直播了可咋办 最早的时候都没有直播 大家是怎么犯的偶像 都是靠爱在坚持 靠公演靠爱 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 哦哦哦 沒接縫啊 沒有接縫啊 還在這裡勾著 應該是有公演但是直播應該不多吧感覺 感覺以前就是公演會多一次 大家可能看舞台啊什麼的會多一些 不難說有點癢 都點小羊 酸奶好好喝 酸奶好好喝 現在有公演呀 雲公演不是公演嗎 solo公演不是公演嗎 女神節的公演我都沒有印象 這怎麼我喝的是酸奶又不是垃圾怎麼會 壞肚子 這是人心買的酸奶 酸奶是不是保質期時間很短呀 我看一下 這個也得早點喝 不然容易放快點 保質期25天 只有25天 那我要在25天把 那麼多瓣喝完 每天喝一點 5月26號 沒幾天了 得在5月26號之前喝完 這保質期好短 酸奶是保質期的 那這個益生菌呢 這個益生菌我還買了一箱呢 21天喝這個 5月27號 反正就5月26號 就把這兩喝完了 買買了這個 都是醋消化 好喝呀 我就 我就 因為我不太喝飲料嘛 但是 就是 愛喝乳酸菌 眉毛有空眉了 我的眉毛怎麼那麼癢呢 眉毛有點癢癢 不會過敏吧 那你想喝快樂水的時候 就去喝水白開水 養成喝白開水的習慣 謝謝喵喵的奶茶 Thank you 是京東現在好像快遞是可以送的 就是 有的快有的慢 你們要是想點可以試一下在京東上 可樂還是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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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就不行 但是京東的快遞你要看運氣 就是他有的會送 有的還是要等普通的配送才會 而且我們附近有一些商店可以點生活用品 但你得抓緊 就是他也就只賣一會兒會兒 但是點了得自己出去拿 很不安全 而且很貴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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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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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我为什么要减肥 我很肥吗 今天只吃了下午饭 算减了吧 我一般在快要上公演的前几天会少吃 我昨天就是为了避免我这两天还想吃泡面 所以我昨天把剩的最后两包我全煮了 然后今天就只吃了食堂的饭 我一般是这样子的 就是近期没有什么工作我就会吃的多一些 然后要露脸了或者干嘛 我就会少吃一点 其实我觉得我最瘦的时候是我刚出道的那一个礼拜 因为一般刚出道的那一个礼拜你会很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 过了一周之后呢就就就就随便了 下个月 不是吧 又等到六月份吗 哎呀我现在都已经无念无想的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刚进来的时候是脸会瘦一些后来脸又胖了 现在的话是身子会瘦一些 因为我身上剪肉还蛮好剪的身上肉不太多 脸有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种种 对我们这几天就天天在做抗原 自己捅鼻子 好 好 好 噔噔噔噔噔噔 你們疫情這段期間你們覺得開心多還是難過多耶 主要是見不到人可能就會覺得 噔噔 說到不疫情是會來見我一樣不好 不疫情也也不就這樣子嗎 我現在覺得有的時候不能怪疫情 疫情期間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哈喽晚上好玩 我觉得可以在疫情期间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学什么的 我是觉得疫情其实多了一些时间可以学习 就是如果你想学的话 因为你看平常没有疫情的话 你肯定就是出去玩呀或者干嘛 但疫情其实多了一些时间 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 有有有有学歌有在有跳舞 有听广播剧 有有 树叶我看 有思考人生 有自我思考 而且我感觉疫情关了我内心变强大了 这个耐力现在已经变得变得很扛压了我现在 我觉得解封之后我就是 无敌的了 自觉的自己就是无敌的了解封之后 舍我其谁 阿福福培训 这还有培训 是要做自媒体吗 提什么驾照啊 人这不疫情吗 怎么学驾照啊 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多么寂寞 而且疫情期间 大家可以互帮助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很好 通过大家这个物资匮乏 然后相互的借助 真的 大家都变得熟络起来了 但是确实好一点是我们还身边有人 你们是不是就是如果是自己在家的话 肯定是会有一点无聊哈 大家可以跟朋友多试试评什么的 一个人的话是有一点 认识哪种认识 近距离的认识吗 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去新认识人了吧 已经都认识很多了 只能说 你要想更深一步的话 一个人放家里确实无聊 想一想都是有一些 我现在想想古时候的人好厉害呀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娱乐的这一些 而且他们以前是不是最早好像也没有表 只能看太阳日出日落 对啊因为他们不会因为他们不玩手机 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 比如说去打鱼 扔石子 现在大家都是电子产品 现在大家都是电子产品 就回家忘记带回家了 好家伙把我给难受的半死 一晚上彻夜难眠呀 难受啊 真的真的是难受的 都没睡好 要 呀 对啊 business 手机 我觉得就相当于你半个家当 因为这个手机里面的东西 内容多么的珍贵啊 真的 我觉得除了房子 最重要的就是手机了 钱财都在里面 你这个人生的回忆 照片视频 你的爱好 我觉得这歌不赢 我觉得这歌还蛮挺甜的 甜汁 我到10点50 再播一会儿得走了 要去复习 昨天只学了动作 还没跳明白呢 让我们 一起了解 过两天传个歌 你们要下一个你们说我要看歌还是看舞呀 我准备先去之后去再录个歌 然后再跳舞 因为我发现我歌曲就是录的不太多 啥都行 餐厅歌呢 安排 这两天学了一个 我想录黄昏 听过吗 刚才那个老歌 但不是一个版本 我想录黄昏和低烧 要录一个深沉版 真是录黄昏和低烧 好好听啊 那个刘瑞琪歌手 翻唱的那个版本 有一种暗淡的 不是淡淡的忧伤 因为我是在抖音 是在抖对抖音上 因为抖音很多歌你知道吗 就很有感觉 每次我一刷的我就很想翻唱 谢谢巧克力 我今天在楼下打饭的时候 发现怎么有一只狗 狗叫小小啊 谢谢 谢谢五里冬瓜 没有口音 五里冬瓜的荧光海 黄昏 我要翻唱这个 这歌多好听啊 特别适合晚上睡觉的前提 我今天下午打饭 看五折前辈 一直对着一只小白狗叫小小 我当时恍惚是在叫谁 小小 我以为只会 我给动物起这么随意的名人 有种烈日浊身的错觉 黄黄的地平线 啊 不如请前辈的狗狗啊 哈哈哈哈 那个眼海 那个比较青涩 还可以更好听 我太喜欢这种抒情的带有一丝悲伤的歌曲了 就爱唱低气压的 不觉得很舒服吗 我很少唱那种很快乐 然后节奏很快的歌 但我觉得它这个版本有点太慢了 在看吧 反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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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录一个好听一点的 哎呀我的眉毛好痒 我的脑门好痒 你哭中说出再见 渐渐渐如铁 晚安中有种烈日浊身的感觉 红红的地平线 画出一句 爱情情如永远 我觉得我得练练低音 我觉得我的嗓子很难低低下去 我每次去练习是想用麦克风唱歌都有人 我真的我一定要逮到一次没有人的时候 你知道因为我们那个练习是他 你不用麦克风 你单唱歌都会有回音 所以一般人在那里用麦克风唱 效果都特别的好 都很有魂想 就跟在厕所唱歌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你在那个练习室唱了之后 你再去剧场唱 你就会打回现实 你就知道 哦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都不太相信在那个舞蹈房唱歌的效果了 因为他那个里面 很空很空旷 就魂想魂的很 很多 早上是没人 好家伙这是考验我的时候到了 确实 确实 我之前有几次想说我要白天起来 肯定没有人 但是我没有起来的了 还是这个人毅力不够 一般早上肯定没有七点多 七八点 其实早上蛮适合开嗓子 练声什么的 明天要早起加油 对不起 你可以 你是太阳的女儿 你是阳光之之阳光之女 要做早起的那一个人 我走了 我走了 那五十二呢 我练舞很快 我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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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加深记忆力 我变一下闹钟 我叮个闹钟就好了 我叮个闹钟就好了 反正现在要做抗拟每天八点 我叮个闹钟就好 好 我要去练舞了 使劲跳 把自己累死 这样子就能睡着了 一般你想睡个好觉 你就大量的运动 你知道吗 把自己运动运动 出汗出汗 你就会很疲惫 你就想睡 我走了 拜拜 你们也不要熬夜 你们也要做早起的人 你们也要做阳光的粉丝 不能跟夜猫子学习 早睡早起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谢谢 谢谢小马王爷的蹦迪 看来很赞同我的话 拜拜 说你们今晚可以早睡 走了 不我要去跳舞了 哈哈 哈哈 不行今天一定要早睡 明天一定要早起 我要做阳光好青年 我不能再熬了 再熬我头发要掉了 前两天潘因奇 说我发迹先后移了 我有点不开心 他说我头发 前面头发变少了 这谁能忍啊 所以不行 拜拜 我走了 挂的 哈哈 你们也得注意自己的头发 不能眼睛轻轻就秃了 这蛹 我希望你았� astronomy 因为鬼 禅 neces 録音 哈 中文艺 中文艺 我 在那边 遇到 听 一 以 ayı driver font altijd Danny